南山木岛全长1.5公里 早上7点多 快8点 爬山 峡谷的镜头那座山还是雪山 下面还得放歌 好像今天有人结婚吧 哎 这样子快搞的 哦 我早了 啊 我刚刚掉下来早了 你早过了吗 你爬高小 长了 镜头 今天来爬杜杜斯 他主要是想来拍一下日出 然后再拍一下阳光洒带 后面那个雪山上的景色 结果今天来一拍 他们在这早上很多时候 都是那种雾蒙蒙的拍出来 太不太轻 我7点多来 拍到现在9点了 然后呢 刚才那个人 我在拍的时候 他就在爬叫往上 他叫我往上爬 我说我待会儿在爬 然后呢 过了一个小时 我们又相遇了 一个多小时 也就是爬那个山女生 还爬好久 太陡了这个 然后呢 估计待会儿还会遇到两个人 两个人也和我说了好话 叫我说 哎 往上走嘛 今天天气好 在上面去拍 走 一起走 我说我不想走 我就在那拍一下 待会儿再上来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累着了 我看到 都有一点出阳光了 我说那个 别太阳出来了 就错过了 日出了 对吧 然后我就跑上来了 结果没跑多久 就跑那么三四百米 跑到腿上就没劲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休息 找了一个 稍微还行着口子 在那拍 哇塞 对面那个云好漂亮 对面山上这个云 云在半山腰 人家山间路都连出来 这上面种的柏树 柏树可以 柏树 赖干赖喊 我们山上全是柏树 这个 现在来给大家说一下 看从哪里说 从哪里说 我在那儿地下拍了一个多小时 慢慢搬 你是来看下昏迷的啊 没有没有 我来说的 看下昏迷的拍啊 啊 藏住的啊 可以拍啊 哈哈 还可以吃饭啊 还可以吃啊 哈哈 那不好意思 哎 等会下去看啊 他点你是十一点 十二点一碗 十一点楼切差不多 你十二点他就吃饭了 就直接点你了 好好好 要得要得 还可以去吃饭 不好意思 他们两个就是 刚才我站在那里拍颜色 叫我往上走 和他们一起走 但是我没看到 和他们一起走 来居民说 这儿各套路是咱俩七国道 我来的时候从哪儿来的 汶川就从这个路 这样过来 这国道是这样的 整个县城就是这一块 还有这一片 大家今天结婚就在那 在那里结婚 顺着这个道 再往前面走 七公里左右的样子 就有一个比较小的旅游区 好像是免费的 我看地图上就有很多人去玩 打算明天去看一下 继续走 要到那上面去 好像这个山上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刚才在那里坐了 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就只看到了三个人上去 但是还有人更早就上去了 因为我坐在那里还看了五个人下来 我本来 我本来想拍一下 我刚才 就这样了 结果我把这个角度摆的时候 休息了那么半分钟 把它重新上来走 就感觉不累了 好吧 继续走吧 我这上面走这个路就变窄了 这下面的一半 你以经验行九百米 消耗大约三百五十二卡路 据据伸数还有六百米 都看着它典礼了 现在十点过十分 看看张祖峰也是拍不成了 我还没上礼呢 到了一个观景平台 南山刮景平台 台阶上摆了好多石头 我给大家查一下这个是什么 藏如白 象征着国寿又鸣 象征着太阳和月亮 涌昭大地 怎么听着还有人的声音 这上面不是只我一个人吗 哪里还有声音 哪里还有声音 吓我一跳 结果是放着喇叭 放着声音 哇 这上面没法走路 全都被这个采集 挂满了 这就是神树 我这个树是一棵柏树 具体有多大 我不太清楚 因为前面已经被采集给挡住了 下面还秀了一个台阶 下面也被挡住了 看不到 难道这里面还不好走 这个采集穿这么高 七八公分吧 所以走路要是这样 抓到里面走 然后那儿 插到有箱 这有鸡巴 但是下面下面的箱都没有点燃 防火一直做得还比较好 从这里下去 这个棋子是风马棋 藏族同胞的习俗生活方式 和独特的祈福方式 它这上面刻了很多那种经文 下面结婚的声音还是大 它山上都听得很清楚 好像开不太轻 他们这儿庆祝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听没有 哦哦哦哦哦哦哦 没有吼过 喊不出来 如果我说我没吃早饭 你们信吗 没吃早饭 我今天早上 我说来拍一下这些日出 本来计划八点多就结束了 结果现在11点40多了 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想 赶紧在这个山上需要 山上可能脚会更好 来我就爬 然后就这样就搞到现在 停车的地方 头发都打湿了 出了好了汗 然后看我的嘴巴 起不息了 他抓紧看 因为马上就喝水了 咱们看就没有了 咱们看这个啤酒已经愈合了 所以说没有计划 没吃早饭也没喝水 但是我现在也没饿也没口渴 但是你说我这个耐力还是比较强 我就像山上的柴 所以像山上的松鼠一样 耐干 耐寒 耐饥饿 12点过8分 所以说现在去吃个饭 菌子面 我来给你开玩笑 你比较给你开玩笑 你比较给你开玩笑 那得拿个叶菌子嘛 叶菌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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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子面 这是那个青肝菌 鸡肉 辣鸡肉 三两 三两 二十块钱 还有一坨猪的 还那么像梅菜口味的这种 红烧的这种 这什么东西 怎么还有烤鸭 就是把这个菌子面吃的也没什么特别的 我上次吃过一次 那为什么今天还要吃 就要吃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菌子 就和你在超市里面炸 甘辣店里面看的菌子一样 放在这个面里面真的没有特殊的味道 因为你吃着 吃着好像也没啥味道 就只是感觉吃了是菌子 这个菌子面确实要贵 那这儿普通的面 酸菜就是面 芹菜就是面 到两面 两个面 这是这里面最便宜的 二两十三块 三两十五块 一两十一块 那中间还夹着个牛肉面 牛肉面二两十五块 三两十七块 面瓜 糖果 二十个 发发邮政应收二十元 实收二十元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好热 买了大 头发全打湿